当然你有几种做法 你可以在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要显示 原来是显示1234一直到30 那如果我希望改成什么 改成这样子 1月 1日 中间的东西一样 可是呢改什么呢 改加上前面1月 1月的话 你这讯息可以从哪边来呢 其实可以从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然后后面再串一个日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做完之后 类似像这样 就是多写了一个东西 有没有 1月1日 2月3月 有没有 1月然后2月3月 有没有 就是在原来的讯息里面呢 本来它只有1到30的讯息 那我只是前面加一个 1月 这个1月怎么来的 可以从工作表名称来的 日的话呢 可以从什么 可以从它原来的 原来 就是你自己在串一个日的这个字 把它串在1的后面 做串接嘛 OK 那不过这个难度应该是比较高一些些 要怎么做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 你可能 当然你就要多一个功能 你就要想说 在哪个地方去执行比较合理 那合理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当然第一个 我们可以从 这边 我指定聚集来看一下 基本上 直接从贴上 有没有 因为你贴上之后 有没有 贴上在这里贴上 因为你已经贴了一个月 我刚刚这边是1月 贴上 这个贴上是贴上1月份的 那贴上1月份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马上要处理 处理什么呢 处理把它变成 那个1月1日的这个讯息 那可是要怎么处理会比较简单 这个地方呢 我在这边多写了一个注解 其实就这一段程式 贴上之后呢 这个处理月份的讯息 那我这边的话 一样 for i 这个写的方法 for i for i已经用掉了 所以呢 你不能用i 所以我这里我换一个变数名称 用追好了 不过以前用追是蓝 不过这里不是蓝 这里是也是列 从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这个应该看得懂 这个前面都有写过 然后一个for一个net 中间的话做什么呢 这个地方 先 如果要处理的话 其实逻辑先没有加 先不加 那怎么去把里面的月份 改成有那个月份讯息 其实就是什么 在它同一列里面的A栏里面做什么 把它现在的那个 讯辞 特别重要 如果要取得这个名称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讯辞i i现在是1嘛 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帮我带过来 所以 讯辞1 第一个的工作表名称 它会把什么 1月这个讯息带过来 所以有1月 再来的话呢 后面我加上什么呢 加上它原来里面的资料 原来里面的资料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Sales追列的A栏 就是这个东西 1先放这边 然后再串一个日 不就是1月1日 换下一个 1月2日 OK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那我们就是把它跑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这边有设中断点 下1月 有没有 这个1月带过来 好 串一下 再把它怎么样 串完之后 再丢回去 现在储存格 OK 所以等于是1会被盖掉 变成1月1日 试一下 有没有 1月1日 那换下一个 NASER 那NASER 那个 J变成3 对不对 所以3的话 就是第三列 然后会把这个东西带过来 然后串一下 放回去 OK 有没有 它就一个个改了 对不对 那改完之后呢 总共呢 会有几个呢 会有30天嘛 就全部改完了 改完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全部改完了 那改完之后呢 再来 我们就是让它继续再跑 执行 我把它执行 因为我这边 设个中断 停在这边 再执行 执行的话 再来就贴上 贴上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 贴上的是2月 对不对 那2月的话 一样处理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 如果你处理的话 因为forJ J我还是从2开始 可是不对啊 如果你现在这个 假执行 你把它执行会怎么样 它会一样 把那个第几列呢 第二列里面的东西 然后放一个什么 2月 再把1月1号 放在中间 你会看到 这个是错误的 执行给我看 变这样子 你会发现 2月 中间的东西 那就错了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 我想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 干脆在外面包一个什么呢 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它的什么呢 它的长度 所以L1N 钱瓜糊 如果它L1 这个L1N 就是算它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它的字串长度 那J栏的A 这一列的A栏 如果它的字串长度 大于3的话 大于3 因为里面日期 一定是1到30 最多两个字 应该大于2也可以 如果大于3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Zen 理论上应该颠倒 应该是什么 小于3 意思说我小于3的时候 我再处理 如果大于3 我就不处 为什么 因为这边已经处理过了 处理过了就不要再处理 所以就跳过 OK 所以我就把这边外面再包一个的嘛 做那个长度的判断 然后呢 把它移回去 这个地方 判断一下 这个记得 把按个Tab键 让它缩排 所以这个对这个 逻辑对逻辑 也就是当什么呢 当它的那个里面的字 假如是小于3 我才处理 如果大于3 那表示已经处理过了 我就不处理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让它跑 这个就过 这个就过 所以你会发现 1月份的全部都跑 跑过了 那当什么时候 会进到那个逻辑呢 当那个 它跑到这边的时候 有没有 当它跑到 追是32的时候 有没有 它才会更改 有没有 这时候才更改 那因为这样关系呢 我就全部怎么样 全部执行 这边 可以把它点掉了 把它点掉 点掉之后 让它全部执行好了 OK 这样可以看到 不过这个 我再把它清掉 重跑一次 这个就正确了 1月2月3月 全部都搞定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 我在写什么了 只是说 你要把这个东西 自己写上去 可能要注意 这个也不用死背 第一 第一 我要知道说 在哪边的下面 去处理这件事 就是在第六 当贴上的时候 再处理 因为资料还没上去 你就不用处理 那可是如果说 当你全部贴完再处理 好像也来不及了 因为全部贴完了 我已经不知道 哪些是1月 哪些是2月 哪些是3月 所以在这边 处理这个程式 是最恰当的 而且这个有时候 要靠那个逻辑判断 因为为什么写在这里 有时候也是经过我的思考 然后呢 第二个是 把它全部处理完 全部 那什么时候处理完 当它的那个长度 是小于3的时候 才去处理这些东西 那里面的话呢 比较重要是 可能顺便学一下 如何抓到你现在工作表的名称 可以用这个 许词哪一个 这边里面的数字 点Name的话 就是取得它的名称 后面就是串完之后 把结果丢到前面去 那这一行 如果你可能会漏掉的话 没关系 就是在如何处理月份问题的下面 这个地方 的下面 就会有一个打好的程式 那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先Ctrl C Ctrl V一下 如果可以 你再把它delete掉 重打一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里面程式其实就是 一个回圈 加一个逻辑判断 再加一行植席 那这些东西 其实在以前入门班 都写的差不多啦 应该没什么不一样 差别只是说 那个处理的东西 感觉比较复杂一些些 试一下